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還記得我們上一支的鬼故事嗎? QB在家裡面 大哀嚎 嗚嗚叫 那其實這個是有一個前提的 因為我當下只有講那個情況而已 我一般進去的時候 過不久我就邀請了我的朋友來 他有在那一篇影片的下面留言 然後我才回想起那個時候的情況 當時我的朋友呢 就來幫我組裝電腦 他的妹妹也是一個空服員 他有一隻狗狗是薄梅狗 所以他常常會帶奶油 就是那隻狗狗 一起來跟QB玩這樣子 然後呢那一天他們過來的時候呢 我的朋友阿德 他就跟我說 姐 我頭好痛 他說你家怪怪的 然後突然這個時候 奶油也跟著 對著那個同樣的廚房 一直嗚嗚嗚嗚 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我就覺得不以為意啊 我就覺得說 還好吧 然後那個妹妹就開始也說 他有點不舒服 我說怎麼那麼奇怪 因為那時候我不是說我身體不是太好嗎? 結果他們回家 他的頭痛了三天 這三天幾天他好像還有去找那種會通靈的人問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我家怪怪的 那這一段是我剛搬進去幾個月後 我邀請他們帶我家發生的事情 自從那時候阿德就帶了一個什麼服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給我放著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回想到那時候他給我放著的時候 我的確身體好像好一些 可是過了不久又開始了 所以相隔Q比嗚嗚叫已經差不多一年多了 但中間來的人就陸續的不舒服的事件 只是我就會覺得說 我不管我就說住在這裡 哈哈哈哈哈 不要住在這裡感覺吧 所以我可能就是選擇性的忽略這件事情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換你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QQ 好 上次呢聽完阿菜的鬼故事 我感覺鬼故事沒有別人在旁邊跟我一起講 覺得怪怪的 嘖 就有點毛毛的感覺 好像因為大家都會說 如果你講鬼故事的話 很多東西就是聚集過來 但我現在一直講 我就一直覺得我後面是人山人海的人 我就覺得很可怕 好啦那我要講一個 我在外戰的故事 因為第一集我講的是台灣某一個飯店 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下面的回答也是蠻多人猜出那是哪一間飯店的 所以它應該算是有名 這一次我要講的是在外戰 然後是在LA的 然後 有要講出Hotel的名字嗎 西 我知道我知道好像那時候花花航空好像也是住那邊 因為我曾經在樓下碰到我花花航空的朋友 那一次呢就是非LA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很菜 我覺得非越久 這種事情就會越燒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做幾年之後 我就都沒有碰到這些事情了 甚至在台北那間飯店裡面睡覺也都還好 但那時候 剛當空飛員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跟我的一個 算是同班同學一起飛 那個時候是跟他一起飛的時候 我們是相差一天 我先到 然後他是晚我幾個小時才到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是分開住 然後沒住過飯店幾次在外戰 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是飛那種很短途的 然後後面才飛很長途的 然後好不容易來到這邊了 欸要不要一起睡啊 還是怎麼樣 然後因為到的時候 美國的時差讓我真的很累 所以我也沒有回家 我就想說 今晚先在我房間睡一下 然後睡一下之後 看怎麼樣 然後一直我就睡著 我就睡啊睡 結果睡到一半 半夢半醒之間 LOLOLOL 房間的電話響了 誰打電話我以為是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我就把他接起來 結果 HELLO HELLO 沒有聲音 然後覺得心裡好小的不高興 然後就把他掛掉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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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響了 然後我就把他接起來 又沒有聲音 然後我覺得有點火大 我想說誰在惡作劇或怎樣 但是我已經太累太想睡 我就把他掛回去 我想說 那我要試著睡覺 突然 他又響了 我接起來 因為我猜到他外面有聲音 我接起來說 HELLO 沒有聲音 我直接掛掉 我就打電話到樓下 我就說 請問剛剛有人打電話到我房間嗎 因為我房間已經想了三次了 然後我現在很累 因為通常呢 飯店人員 除非你跟他們說你要請他們叫你 要不然的話呢 他會根據你要飛行的那間時間表 他才會打電話給你 要不然通常因為空服員的身體時鐘會很亂 然後我們要保持最好的狀態 在飛機上照顧所有的乘客 所以他們是不會亂打擾我們的 這是不可以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沒有啊 剛剛沒有人打電話給你 我們這邊都幫你check過了 我說怎麼可能 有三通 說那你們的電話是不是有一點問題 有短路或什麼之類的 他就說 我再幫你查查看 所以我等了一下 他就跟我說 沒有耶 我們這邊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也只能說好吧 然後有一次我把電話掛了 OK啊 我就坐在那邊等他 我就看他要不要想 整個老娘火很大 然後他就等等等等 結果他又不想了 於是我想說好啊那也不想我要去睡了 然後我就躺下去 準備要睡著的時候 他又想起來了 我接起來 Hello 你要講話嗎 沒有聲音一樣的 我直接把電話放在旁邊 把所有的東西都拔一拔 我心想說 我看你在怎麼想 結果他又想了 他沒有電話線 為什麼可以想 他要想了 那時候我超驚嚇 我眼淚就是已經有一點飆出來了 然後我超害怕 我就把我東西一拿 我就把粉卡一拿 我就把他們關起來 然後我就跑跑跑跑 跑到我那個室友房間敲門 我說我要來你房間 然後我就把故事跟他講 然後他說那你不要再回你房間 超可怕 這毛皮又起來了 而且我覺得我做這個舉動 我覺得不是太好 因為我沒有想過 就是如果 我拔掉他又想 我心裡會造成多少陰影 我整個崩潰 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講得好像很自然 這當然是七年前發生的事情 但我一整個就是很驚嚇 你看在飯店裡面就涼涼的 暗暗的 然後我超級超級害怕的 還好是之後 我們的隔一天 我們又一組人要來 最後我才請他們陪我去房間收拾東西回去 然後那個電話就被我拔在那邊 就是丟在那個上面 真的太可怕了 那你之後還敢自己去住飯店 我跟你講我之後常飛LA 我之後因為 我的愛人呀 然後我對你所親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一個月都換 四到五次LA 其他都不飛 蛤?幹嘛呢? come on ok 然後那時候我可能一個月就飛很多次 可是我大多數都是回家 但有時候還是會住在飯店裡 可是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沒有怕的感覺了 那一次飛LA之後 我是隔了幾年之後 我才又再飛LA的 因為我就 就不太想去 你知道嗎? 可是之後飛久了 好像聽久了也就 還好 因為有的更可怕 有的是直接在廁所裡面自殺的 那很可怕 那個在哪裡啊? 澳洲 好像在坎恩吧 那個酒店那邊 我現在一直把人家酒店爆出來 OMG OK 答應你們了還給你們了 不要再說我就是 一個鬼故事要講很多年這樣 好啦 之後有機會 我會盡量盡量盡量 盡量也上鬼故事的影片 後面當然還有很多蠻精彩的 就是 飛機上的 嗯 怎麼了? 你怕嗎? 還是你就是我的鬼故事 之後再講給大家聽 好啦我們要做結尾了 YOO 換你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讓我們趕快破30萬訂閱 大家掰掰 你那時候是什麼心情啊? 我跟你講那個超可怕 我那時候已經哭了 我覺得哭是那種就是哏在這邊 然後你要哭不敢哭 就那種 哼哼哼 那種感覺 因為很害怕然後就很喘的感覺 可是就是 因為我的體質不是算是會 敏感 敏感的人 我完全不是 好像 巴士也蠻重的吧 我跟你說 因為我朋友有 餐飲業的 就是做Hotel 我跟你講他們鬼不是 也很多 下次可以講給你們聽 還是我也要他一起來講 也要他一起來講 真的很可怕